英国哈利王子的红头发基因前所未有的强大 即使在于以基因强大著称的 有一半黑人血统的梅根马克结合 他们的子女也没有继承到一点点黑色血统 不但肤白貌美还顶着一头红头发 哈利王子出生后 查尔斯王子推算时间 发现自己当时正沉迷打马球 而不是跟妻子戴安娜在一起 所以当他看到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 和戴安娜的宝贝哈利王子 忍不住大惊小怪 怎么他的头发是红色的 基于红头发的特殊性 父母一方一人是红头发 他们的子女必为红头发 这也难怪查尔斯会惊讶 不只是查尔斯怀疑 在哈利王子稍微长大一些后 外面的谣言更是传得沸沸扬扬 他们都把目标指向戴安娜 拥有的众多情人的其中一个 詹姆斯 修伊特 唯一不是谣言且众所周知的是 戴安娜在参加王室活动后 会和他的王室管家谈工作 国王查尔斯三世早就听说了 所有围绕哈利王子的亲子关系的谣言 他对此也抱有疑问 他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哈利王子的父亲 据英媒报道 在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葬礼期间 查尔斯三世召见了他的小儿子 苏塞克斯公爵哈利王子 现在他已经成为了英国的君主 他决定亲自动手 敦促哈利王子进行DNA测试 查尔斯三世召见哈利王子 提出了做测试的想法 他需要一劳永逸地弄清事情的真相 当戴安娜王妃还活着的时候 据说他也搞不清哈利王子的父亲 到底是谁 外界看来 梅根玛克尔的丈夫非常像 丹安娜王妃的前情人 张姆斯 修伊特 查尔斯王子知道 丹安娜王妃在他们的婚姻期间 和张姆斯 修伊特上床 但丹安娜表示 她和张姆斯 修伊特之间 是哈利王子出生后发生的 过去碍于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压制 当时的查尔斯王子不得不忍受 善良带来的痛苦和羞辱 在哈利王子提出 作为人要打破痛苦后 查尔斯三世似乎受到了启发 他决定不忍了 如果哈利王子的DNA测试结果 显示他与国王查理三世 没有血缘关系 他和他家族的未来都将面临风险 因为他将不再享有 王室财产的继承权 现在查尔斯三世打定主意 必须百分百确定 他是王室血亲 当然最终结果可能会保密 但可以从他们的所作所为 看出蛛丝马迹 所以等待就好了 今日才刚刚上任的英国新国王 查尔斯三世发表了电话讲话 这是他登机之后首次正式亮相 在讲话中他提到了很多的人 其中包括他刚刚去世的母亲 伊丽莎白女王 威廉凯特和哈利梅根 令人惊讶的是 他还提到了前期戴安娜王妃 查尔斯三世没有配理广大人民的心愿 在长达九分钟的演讲中 用非常委婉的方式 暗示了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后 英国王室即将迎来的一些病格 回忆和感谢了自己的母亲后 他也提到了自己的孩子的走向 查尔斯成为国王后 最大的赢家要属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了 他们现在一下子获得了两个新王室头衔 威廉王子现在成为了第一顺位继承人 他成为了康沃尔公爵 当然他的妻子也成为了康沃尔公爵夫人 他们获得了康沃尔公爵领地 有了这个领地以后 他们以后就有了固定的收入 另外威廉王子还将从父亲那 继承威尔士亲王的头衔 凯特王妃同时也被册封为威尔士王妃 凯特王妃的这个头衔 原来是已故的婆婆 戴安娜王妃所使用过的 自从戴安娜去世后 威尔士王妃这个头衔 被封存了很久 被人们议论了很久 按道理来说 查尔斯被称为威尔士亲王的时候 卡米拉也应该像凯特王妃一样 被封为威尔士王妃 奈何英国民众对戴安娜王妃的感情太深 觉得卡米拉不该使用她的头衔 在后来的一段时间 人们都在嘲笑卡米拉 称她顶多只是一个伴妃 通俗一点来说就像妾 戴安娜王妃当年离婚的时候 包住了威尔士王妃这个头衔 让卡米拉当时的地位 变得名不正言不顺 查尔斯王子 据称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后来她几次三方 在朋友面前说 要让卡米拉成为王后 如今她终于如愿 现在查尔斯继位后 把被议论已久的头衔给了凯特 让卡米拉成了真正的王后 拥有了王后的头衔 她以后就会是卡米拉王后了 很多人看到卡米拉成为王后 或许会为戴安娜王妃鸣不平 但戴安娜的夙愿已经达成了 她赢了 查尔斯娶了卡米拉以后 人们对她的批评不断 认为她无情无义 没有料到的是 在她这次讲话中 她用最委婉的方式 追忆了戴安娜王妃 新国王在向她的母亲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致敬时 使用了她前期 戴安娜的葬礼上的一首歌曲 在电视讲话结束时 英国国王查理三世说 愿天使为你歌唱 让你安息 就这样性格内敛的查尔斯 用最低调的方式 向她两个孩子的母亲 表达了款款深情 除了公布 威廉夫妇和卡米拉的新头衔以外 查尔斯也提了一下 哈利王子 还有她的妻子梅根 在任何活动中 都喜欢用王室头衔的梅根 也许会不习惯公公对她的称呼 随着哈利和梅根在海外 开启了他们的新的生活 我也想向他们表达 我对他们的热爱 在整个讲话中 查尔斯只提了梅根哈利一下 也就是这短短的一句话 暗示了他们 两人将来的最终走向 虽然梅根哈利希望能做 兼职王室成员 而查尔斯是哈利王子的父亲 但并不代表他们会如愿 查尔斯这一次称呼他们 去掉了王室头衔 就叫了他们梅根哈利 很明显 他已经表明 梅根哈利和王室以后 没有什么关系了 何以见得 就在今年 查尔斯威廉给梅根送生日祝福时 他们还称呼她是苏塞克斯公爵夫人 现在查尔斯只公然 把她的头衔给去了 查尔斯在白金汉宫的声明中称 女王的去世 是她和其他王室成员 心中最悲痛的时刻 相信在他们在悲痛之时 也藏着对梅根哈利深深的怨恨 在女王去世以前 梅根和哈利王子经常在电视节目中 书中以各种方式攻击女王和王室 女王当时是太仁慈了 没有对他们施予任何惩罚 还保留了他们的王室头衔 现在查尔斯做了国王 相信他一定会以最严厉的方式 惩罚儿子和儿媳 他真是不负众望 这几十年来 关于哈利身父的怡云 一直围绕着王室 传闻中 哈利的亲生父亲 并非王储查尔斯王子 而是皇家骑兵 军官 章姆斯 修伊特 据《每日星报》报道 最近这波流言再起 而知情人士和王室粉丝 纷纷站出来 白事实讲道理 辟谣这则传言 尽管修伊特本人已经否认这说法 但是依然无法阻止流言四起 其主要的原因是已故的戴安娜王妃 与查尔斯王子在他们的婚姻期间 曾与修伊特有过一段婚外情 此外 修伊特与哈利王子两人 在外形上却有相似之处 尤其是他们一头红发 在1986年至1991年 这五年间 修伊特服役于皇家骑兵队 并与戴安娜王妃相识 成为她的马术教练 修伊特在戴安娜与查尔斯王子的婚姻 陷入低潮时闯进戴安娜的生活 成为首个被曝光的 肯兴顿功第三者 1995年 戴安娜王妃在英国广播公司的 《新闻广角镜》节目中 公开承认了与修伊特的恋情 而这也导致了哈利王子 至今被绅士流言所困扰 但这究竟是实情 还是出于人们的幻想 先让我们看看修伊特本人的说法 哈利王子在1984年9月15日出生于伦敦 当时修伊特甚至还未曾见过戴安娜 所以按照时间顺序 她都不可能是哈利的身负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电影餐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电影响